瘋狂 对,热情 ıld 不知道底线 对就是没谱 没谱对 然后呢 也有理想 但是无知 我很希望 这个第一次的这个实验子 我称这为实验的 就希望它应该是一个 一个全新的一个视觉经验 而不是简单的一个 我们会成熟很熟悉的这种方式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满意 再继续受这种情细的限制 我想在艺术方面 也有一种很共同的地方 以前我们的文化 这个环境社会 都是一个目的性很强的社会 就是你做这个 但是为了什么 但是香港文化给我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 你做这个就是为了你的生活 就是你活在这里 你的艺术什么就是为了活在这里 这种是一种健康力量的 我觉得 这种是一种健康力量的 它真的从生活过来 然后回回生活 你说它有就有 你说它没有就没有的 我觉得 艺术不说 像插图那样去解释一个直学的道理 而是说这种东西怎么样 通过引起你的思考 而融入到你的艺术里面去 我觉得受影响大的是西方的 西方的现代哲学那一块 应该说从像 从弗洛伊德到沙特 能拿到一本新潮文库 那就意味着 就像今天能买到一件名牌衣服一样 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校里 他很深刻 他看了很多书 他就会变得很深刻 讲话都不一样了 如果你是个男生的话 就有很多女生追着你 那个时候 这个是整个社会价值的依赖 现在等于 你可以有很多很多东西出来 但是 现在出来的书 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 就会变得很深刻 就会变得很深刻 但是 就会变得很深刻 在栏子里面 就会变得很深刻 感谢观看